LiTV的粉絲大家好 我是王廷雲 我爸爸其實是一個很 從小很嚴厲的一個人 但是因為他時常在外面工作 就比較少照顧家裡 可是他其實對於 對於我們其實都是很關心的 只是他沒有太多的時間陪伴 那我覺得我在這邊也可以 跟我爸爸說一下 謝謝爸爸你一時以來 對我的照顧 會 以前我其實會蠻反抗的 因為我爸爸很嚴厲 然後我都會想說 我不要變得跟我爸爸一樣那麼兇 不那麼善解人意 可是其實長大以後才會發現 其實他對於我的一些管教 我才發現長大了以後 那些管教其實是很有用處的 那你以前是想要去照顧家嗎 算是吧 因為就是 這個爸爸很少就是在家裡 玩教我們 都愛忙 所以我們很愛跑去玩 然後就會闖一些禍 我每年都會跟我爸爸說 我愛他 對 其實就直白的跟他說 對 我也會準備禮物給他 男生耶 我以前不會 但是就是經過某一次的父親節 就剛好 可能那時候大家都在宣導 就要跟就是爸爸媽媽說 我愛他 然後經過那一次以後 其實我跟他的關係就 算是有點變化 就沒有像就是那麼陌生 就是其實可以講一些 偶爾可以噁心一下吧 偶爾 父親節快樂 謝謝 快樂 LiTV 現上一次 LiTV 現上一次